大家好 我是哈姆 喜歡我的遊戲頻道 歡迎大家訂閱點讚和開鈴鐺 非常感謝你們 好的 來玩這款《寸心之爭》 好那開啟遊戲就跑到這個畫面了 我也沒有登錄沒有幹嘛 看一下我遊戲的介紹是用簡體字 八人回合字戰鬥什麼武學對抗 好我們先跳過吧要註冊是不是 好我來註冊一下或者是用Google我來註冊好了 OK註冊好了來看一下伺服器一個 遊戲是我看遊戲廣告的時候看到的 有時候我們要看那個遊戲廣告拿獎勵 他就會看到一些新遊戲沒玩過就來玩 我看一下他的留言好了我來看一下他的留言 BRACE上面的留言 3月24號 那我可能是最近開的吧 只有兩個人留言也太少了吧 好慘啊 評分有點低啊 新手 開始 欸怎麼了 要匹配喔 是不是自走奇亞 喔這個遊戲我玩過耶 好像玩過類似的 類似的玩法 這是我們可以把它拖過來 然後我們就會自動戰鬥 對我玩過類似的 呃大陸手遊吧我之前玩過類似的 也是有分 我們把你的武學裝在那個 剛剛那個類似那種 金脈啊 什麼的 什麼內力啊 外攻之類 然後他們就開始戰鬥 吹心之爭 靈兒 什麼事 第一段傷害 第二段傷害 收到吹心掌攻擊 好稍微小心一點 講半天你們看得懂嗎 反正我玩過類似的來 也是這樣 金金金然後銀銀銀 然後可以進階 有沒有這個有點像自走奇 就是你可以買東西 來合成 然後會有一個那個 時間倒數計時 那你就要戰鬥這樣 反正我們一下在右邊 一下在左邊 一下在右邊 一下又改到右邊了 清風劍法 我是覺得玩過啦 同樣的系統 同樣的玩法 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同一個遊戲 因為有時候會改名字 好經驗有沒有 你就是 刮這個勾玉有沒有 來買這個經驗值 然後擴充我們這個金脈吧 有沒有20個經驗值 擴充金脈是不是 對 點擊一下 你看這邊有丹田小周天大周天 我們可以拖到大周天 是不是 然後到時候還可以合成 這個是銅銀金可以合 然後這個是那個 BUFF 我們現在有這個 清 塵六個 然後他就有這個特殊的東西 我們現在24 24 26都是清塵嗎 崔心掌 OK 崔心掌大家應該知道吧 如果你不知道的話也沒關係啊 如果你不知道的話也沒關係啊 就笑到江湖裡面 清塵怕要把那個 把那個誰啊 把人家滅掉 的時候用崔心掌 林平之啊 林平之他們就有那個 辟邪劍博 然後他們基於他們的辟邪劍博 就用崔心掌把他們加了一些 標絲啊什麼 符位標局的一些 一些仆人啊 或是 或是一些標絲 一個一個崔心掌 打死 心臟都碎掉了 所以這個還是 借進金庸的 蕭江湖 清塵派裡面的 崔心掌 但他沒有名獎 但是我們看得出來 如果你看過那個 小說的話應該知道 滿血刺激 到時候會有八個人吧 當然我覺得都是AI吧 好可以改ID 阿姆 改個中文 阿姆 先上大名 這邊還有可以 配置 不知道配置是什麼 好友是不是 跟好友一起玩 好就是 簡單來說就有點像自走棋 但是是 把自走棋那個合成的東西 變成 變成你的武學 然後自走棋 會不會派很多角色嗎 你就擴充你的金脈 什麼小週天 大週天 然後自走棋 是一個角色 但是變成你是單獨的角色 然後上次跟人家打 這樣子 了解 玩過類似的 是我知道 好3月24號 阿真的是3月24號 維護 3月21 那就是3月21 一直在維修 然後3月24號才開始有人玩 今天是3月26號 我剛好有看到廣告 那我就把它稍微記一下 有機會就來玩阿 前倒一下 有沒有設定 我們來看一下設定 這裡 讓音效大聲一點 切換帳號關於我們 關於我們 製作 這個是那個小小的那種工作群 群組吧 工作室阿 獨立的那種遊戲工作坊 感覺阿 做遊戲不簡單阿 要花很多錢 幾百萬跑不掉吧 你要請 隨便請5個人好了 然後假設開發半年 你還要租個辦公室 你自己去算那個人事成本 跟開發費 每個月每個人的薪水 拿來看看你要投入多少 拿來看看你要投入多少 好我現在是清純 初戰中 然後有逍遙 少林 蓋幫 大女 閃人 金紅劍 峽谷先知 肚餓如醜嗎還是忌餓如醜 忌肚 那就是忌餓如醜 經國合成浪虛眉 這個嘛 然後倉物 手沖卡包 200元寶 要買武學 這種遊戲 就非主流遊戲 玩起來就會覺得很難 哇 還有人耶 3月25號 我現在是3月26號的半夜 怎麼沒人 4點多就沒有人 沒有人聊天 也是尷尬啊 遊戲的聊天有附上時間的話 如果你沒有人聊天的話 一看就知道 然後還有什麼教學 可以看一下 元寶 玉佩 銅錢 這個是任務 進行一個一局遊戲 什麼遊戲 匹配得到人嗎 重點 如果是匹配活人的話 就匹配不到人 大家懂嗎 這種遊戲 日走期是這樣啊 如果你都要跟活人打的話 你就匹配不到人 那我 這個很明顯應該都是 AI 因為我現在時間是半夜 怎麼可能有人 這種小眾遊戲的話 很難有人 下輪次數是1000家而已 所以他會設定AI給你 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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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你玩 這邊的話 5 30秒內你要完成 就 就不能買了嘛對不對 你就先放上來 這邊有兩個 這邊還可以進差耶 不知道幹嘛 我們現在就60滴血 先二打二啦 一打一 然後就分兩個 兩個戰場 最多八個人吧 然後他開始打 我是左邊的吧 哇 哇我死了 我死了 哈摩 副武 清風劍法 吹行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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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我要輸了吧 你用清塵 你看兩個人都長得一樣 我根本搞不清楚我在哪邊 我應該是這邊吧 但是我又輸了 你看我又輸了 輸的話你就扣兩滴血吧 暫時扣不多 我之後越扣越多 紅玉不足 我們直接放S會怎樣 直接開打啦 好這個是剛剛那個戰爆啦 你就是要知道你怎麼輸 你如何輸人 你怎麼會輸人這樣 不能提前戰鬥 就是30秒到才可以戰鬥 然後你可以不用看啦 就可以直接切過來 策略一下 待會怎麼辦 我這邊紅玉是加7嘛 然後這個加紀念爐 待會可以再買一個 回來 回來看 我也不知道我在哪一邊 應該是這一個吧 因為我又輸了 又輸了 狂輸阿 那就可以回來不用看 等人家打完 這邊有321嘛 打掃戰場 對換武學 如果你沒有你要的 你就要刷 整個刷這邊可以充製 金鋼掌喔 買個經驗值 清風劍法 清風劍法 把S再上上去好了 我看一下喔 我應該是右邊這個 這個不是我 這邊有這個 雪條 哇他給我補血 我應該是會輸啦 好輸掉了 蹦 輸了 你還想辦法把你這個 武學給升級 就變成說 三個才能升一級 才能升階 就對了 出來是不是 都沒有阿 沒有我要的阿 少林激活 經驗值的話可以買 經驗值的話可以買 這個我是覺得玩起來就是很隨機很運氣耶 因為玩自首其實是有運氣的成分在 然後再來就是你要了解說怎麼怎麼讓你的武學更強 我們在這吧 這個是我 這是敵人吧 應該是吧 對阿這敵人 敵人已經贏了有沒有 我還在同耶 怎麼可能打得過阿 我目前沒有贏過阿 差一點可惡 我覺得要記這個圖案吧 這個圖案你才可以馬上知道你的武學是什麼 不然我都猜不出來 他沒有自動合成的東西齁 6mine 買一下6mine 紫色的話是5%耶 6mine 我們直接換6mine 我們直接換6mine吧 AAA SS S是最爛的阿 不知道耶 金鋼掌 畢竟我是新手阿 完全不懂 我在右邊 金鋼掌 獲得反擊 我有6mine 也不會輸了啦 拜託 直接買 你合不了 你就直接買那個最強的 敵我不分 天阿 什麼敵我不分 好不容易的阿 好不容易 你看我快沒血耶 這邊還有一個更慘 人走差兩 我覺得可以再擴充一下 擴充一下你的金脈 多帶幾一本 這個是敵人 哇紅衣不足 可惡 等一下吧 你看這個6mine長這樣 你要把這個圖形給記起來 這可以賣掉吧 我在想 賣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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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那些吸的都賣掉 OK 我應該是這邊 使用6mine神劍 金鋼掌 他怎麼都沒打 果然是靠6mine就行阿 擺紅掌 好獲勝 我獲勝啦 我是這邊的 看這個武學看得出來啦 待會的話 就要買 我現在是6 可以放6個武學 加8 是不是 2加8 要在那個 就很難的 斷四 靈波圍捕 靈波圍捕吧 靈波圍捕有沒有 逍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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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有兩個逍遙的 滿了滿了滿了 你看這個金脈可以 根據你的金脈去打敵人吧 我在想 攻他的那個 攻他的那個 位置 你看這邊有這個 三種 哇 地點看起來很強 我打不過了 你看這邊有小周天 大周天什麼的 這個家我好像沒輸過耶 進花水月耶 我們看他60第一拳 完全沒輸過 打不過 好強 欸好啦這個遊戲 大概是這樣 大概是這樣 很花時間很花時間 我們怎麼離開 我們退出吧 就是一個 結合Logelike的那個 武俠遊戲 八個人的 不是Logelike的 呃自走起玩法 八人自走起 只是 你單人的武俠 不是你去召喚那些角色 合成的部分 變成那個武學 大概是這樣 剩下 就給大家來研究吧 那我就先試玩到這邊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我會把遊戲下來連結放影片 下方資訊欄尾 好了我是哈姆 喜歡我的遊戲頻道 歡迎大家訂閱 點讚開鈴鐺 我們下期再見囉 大家拜拜